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文道第三 还有一个呢 我都知道他原来都不叫陶杰叫曹杰 我姓曹 对 所以在香港是有年头的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这个什么呢 有点应该是英国余孽 对对对 在英国多年 英国多年 十几年 十几年了 所以平常写的很多文章 杂文 散文 真是值得一读 老老师 满腹经论 罕见 别用 罕见 那我现在想啊 你这个见过阳世面的人 要来评价评价我们的土现象 今天呢 咱们谈一个事 谈一个事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 要上香港报纸了 福建 福建进江 老板嫁女 我先给你看看照片 豪气 价装是两个亿 股票一个亿 这是什么各种种种一个亿 你看一栋别墅四千多万 这劳斯莱斯奔驰不在话下 你再看下边 这荤车呀 荤车呀 这车看了都发荤 来再看下边 哇 这是这个 很有气氛 白酒 你这么这是个仓库 这是个仓库 这是娘家的 很有品味 画腹朽为神心 这是其中一个F厅 你看到没有 其中的一个厅 F厅 还有ABCD 对对对 再看下边 这是新郎 新娘 郎才女帽 真的是吗 再看下边 又婷 这主要这跟少世民族一样了 我看的是那个手镯 对吧 你像我看那个 那个亮晶晶 一路从手腕到手臂 也像是到手肘 所以啊 现在我觉得 对这个丈夫来说呀 世界上有一个美好的地方 就是福建近江 这个地方啊 原来有这么个风俗习惯 就是啊 你啊 新郎 你哪怕借高利贷 对 借十万块钱 我娶你这个新娘 只要我给你十万 买嫁妆 真结婚的时候呢 娘家人要双倍的返还 是当地的习俗吗 对 一千年的习俗 就是福建近江 我为什么有这么个感受呢 你也当过心了 就文涛呢 你这次请我来 就请对人了 我很多年亲 第一个女朋友 就是近江人 哎呦 我这个时候好纯情啊 我不知道啊 这近江人啊 他这个婚嫁 女的一定要 非得要嫁近江男人 在那时候啊 他把我寻开心的 我不是近江人吗 你知道吗 你是哪儿人 那近江是很多美女的 啊 我是香港人 但是呢 这个原籍 广西桂林 结果到后来说 我不能嫁你了 我要嫁个近江男人 啊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原来 我们家里都是 门当户对 啊 而且 我的那个男人是很穷的 没钱 说没钱 你嫁他干嘛 我给他贴钱 我给他贴了那是 现金二十万 嫁一个房子 我说哎呦 这怎么行呢 不对 不是亏了吗 他原来他们近江的习俗 是女生 一定要给嫁妆 跟今天的印度人 差不多 可是习俗问题 面子问题 如果你这个嫁妆 嫁妆给的不厚 父母没面子 你嫁到男家以后 也没地位 以后婆媳关系 就由你好受 真的 哎 这个是他们一个国情 但是是风俗问题 还是他跟你的感情问题 他为什么 就是感觉要嫁一个那样的 还要到 十几年后 我们用这个两亿嫁妆 可以证实是风俗问题 我一直心里不平衡 我心里想的 就跟你问的一样 这个是个借口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看 看到原来是真的 心中大使十几年 把我一个心结解开了 终于解开 所以我要谢谢窦大使 别的话题你不要找我 这个问题你可找对的 真是 把我一个心头大使放下 他还是有亲身经验 那挺好的 你看现在在内地结婚 男生都愁要买房买车 没关系 愁的人想裸婚的 赶快到近江去 移民去 你知道他们 只要有真爱就行 你知道就我刚才跟你说 就近江发生过 就真正的这个事 好像是陈丽 他底下那么个地方 就是南方 就是知道这个风俗 大家都要按规矩办 南方借了高利贷 借了这个十五万 那都属于穷人了 借了十五万 娶这个新娘 结果呢 娘家没有兑现 你知道吗 婚礼上 这丈母娘就昏过去了 听说这下亏了 没面子 这个面子第一 是面子问题 完全是面子 再加上 他那个嫁妆也很讲究 不管是钱 最主要是金子 那些什么龙凤玉卒啊 戴在手 那一定要一对 为什么这个风俗习惯 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呢 近江呢 历史上三百年来 很多是飘洋过海 你看跑到菲律宾 现在就很多近江人 几十万 对 所以他这个 他而且是那个是打鱼的 打鱼为生 拜是拜马祖 那么可能这个生活里头 那个风险特大 所以呢 钞票不相信 土地房产也不相信 金子 所以呢 这个要这个 给这个嫁妆啊 就很讲究金子 龙凤 玉差 什么都是旧的 都是几百年来 这个又听 你肯定开心了 这结婚 他们说近江那个地方啊 婚礼上用的金子 不能不是拿客算的 拿金 普通的人家 基本上一个婚礼 至少二三金 二三金的金 尤其现在 你知道 生活富裕了 对不对 通货膨胀啊 这金子打得越来越重 所以在现在出现这种 上衣的这种婚礼 完全不稀奇 肯定有 那你说这么富的 你怎么不到 近江学不学不去 我当然不行啊 因为我是女的 我到近江 女的就吃亏了 我就完全更加不出去 是你们开始 可以往近江移动 那在近江 那不女方 不就真变成赔钱货了吗 对 可以的吗 她自己都这么说 那生女儿干什么 那不就赔钱货吗 是啊那没办法 所以要追个儿子 无论如何都要追个儿子 他们得把 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女的 你就得把 这个所谓他的 叫你们说什么 就是那个男的 就不要变成你的儿子 所以赶快把他 希望他赶快娶你 娶你女儿 所以就用重金 把它买进来 你按说台湾 也有福建人的血脉啊 有 怎么没有把福建人 这风俗给学到台湾 好险没有 不然我怎么回台湾 你看账面都知道 比方我们 现在大士人余光中 余光中 福建永春人 永春就在旁边 永春全内 你看四个女儿 四千斤 为什么会生到四个这么多 追儿子呢 对了 余光中 我们大士人 我们大士人 也是这么样 所以这个 就这个看得出 这福建人 对儿子非常看重 所以他只是就是 这个两翼其实是 并不是把女儿捧得 特别高的低位 而是特别告诉你 我女儿是个陪情货 我得赶快有个儿子进来 是 这个蛮吊诡的 他听说 他们是有这一说的 就是说 所以我 很多事情啊 你都可以从 另一个理论来理解 你比如 这样 我记得有个经济学家 叫做姓陈的 他就说 中国讲究孝 他为什么中国讲究孝顺呢 你看照他 这个哈佛大学 经济系的 他说其实是一种 古代的养老金制度 那因为就是通过道德 起到了养老保险 因为通过提倡孝 这样老年人 没有退休金呢 你就老有所养 同样道理 就有人说啊 福建这个怎么回事啊 一般是 儿子有继承权 就是将来分 分遗产 女儿没有分 但是呢 这是一种折衷的方法 嫁女儿的时候 对 把你这么多家产的 也等于啊 你继承了某种财产 你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都有他的道理 你表面上看起来 我是不是更难嫁了 我的妈 就本来 现在大家也跟我要嫁 装两个亿天了 本来想空手套白狼 对 现在 你可不能到那儿去 天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固执屡创新低 A股成为全球年度表现最差的故事之一 行政难改股市颓势 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该如何着手 楼市回暖 房地产量价齐升 调控会否加码 刘立冈网友观点交锋 民生银行信用卡 一周财经新趋势 新兴日凤凰为时钟安排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江 五井共酒 你像福建实施的他们说这一般人嫁女 这次这个是什么集团他发了财了几十个亿的资产对吧 所以他能花两个亿嫁女儿 但是你知道问题是普通收入的人家呀 结个婚呢至少得几三他们有几个档次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对这都是普通人家就得要这么多 所以他们说福建实施你看嫁女儿嫁妆一般上百万最穷的愁几十万 想来不少人嫁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申请破产 真的 你说爱面子能爱到这个程度吗 他是个习俗 是就是个风俗 世世代代就这么传下来的 所以呢这个福建这个近江呢 很多这个婚姻呢 是这个树木先行 然后这个爱情的质量在第二 所以这往往这现身是很多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男的 就是说父母之言 父母之病 没错之言 完成以后呢 他去出去做生意 做生意以后呢 就在菲律宾又讨了一房 很多都是这样 讨了一房要把那个大婆留在家下 为什么非在菲律宾讨呢 那个近嘛 因为三百年来 就是说那个近江人 去了台湾以后 然后呢去菲律宾 最近 你看啊 这广东潮州难一点的 就往南走 去那个马来跟泰国 都有地盘的 哦 菲律宾的华侨 都是近江人的地盘 等于这个泰国的华侨 是潮汕人的地盘 马来的华侨是海南岛 跟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广 广广的那些人 的那个地盘 都分开的 啊 所以这个近江人 那个婆媳关系啊 非常的麻烦 怎么讲 十家有九户 婆媳会打架 为什么 啊 为什么那个 可能呢 就是说那个风俗啊 比较迷信 啊 福建人很迷信 近江 十师跟那个什么 泉州 就连在一起 对 不能够说这个不好啊 啊 这么说 我们这个 只能够说 它是个文化的特色 文化 文化 对 你像泉州那个地方 是古时候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对 阿拉伯人 对 各种宗教的庙还有呢 还有那个拜火教 就金庸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教 还都有 所以很有文化的地方 嗯 今天的英文 这个茶叫TTEA 对 那个是什么话 福建话 D 这你台湾人也知道 你知道了 法文叫THE 上面有一片 也是 就是福建 就是权州 近江大出来 所以不要说人家财大气俗 人家是有文化 是有文化的 有文化有习俗 传承才有用意 而且非常会做生意 近江 太会挣钱了 你知道我到那个地方去过 你要我跟你说 你要想知道 中国现在的什么人红 你就从那个 去往近江的高速公路上 你就看两边的广告牌 哇 所有的明星 大牌一线都在广告上 但是那个衣服的牌子 你也基本没提醒我 你知道吗 这后就 怎么明星都跑那儿做广告去 他们后来讲啊 这个那儿有些 起的那个名字啊 都是一个外国的名字 对 比如说做西装 他非给你起个什么 什么lasting 什么的 阿斯丁啊 对 啊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丽莎丽莎丽拉 对对对 起个外国名字 然后找个大明星 砸很多钱的 真砸钱 对 在上面做广告 这样特别有钱 而且当地政府就说 说我们这个地方有钱呢 但是多的是守活寡的 嗯 就说 因为大家都出去 男生都出去赚钱 在外面 在外面 甚至就像他说的这个 到到到海外 到海外 很多是这样 但如果我有这个奔驰 又有马萨拉蒂的话 我可以守活寡 我在近郊还挺开心的 你还可以养小狼狗呢 真的 就随便你 养一个呢 但是他那儿这女的传统嘛 对 做媳妇的也很传统 对对 本身观念很保守嘛 很保守 极端的保守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泉州 跟全国各地 不一样的地方 嗯 到了今天 所以看这个穿金带银 完全是正常的 这也不能够说 一般啊 我们按照什么道德的 什么说的 这种爆发了 悬要了 这是有个过程 对不对 哎 你真是给我一个启发 因为这个事啊 现在就是网络社会啊 一出来一聊啊 对 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批判 大家觉得就爆发户 是吧 先不要骂 对不对 你要了解这个 晋江泉州那个地方的那个历史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凡事有个过程 对不对 要先富而后跪啊 富呢 当然是要 那怎么晋江富了这么多年 也没跪起来 还不够富 还不够富 那边的人呢 是有个习俗 因为呢 他他们的人说啊 晋江的朋友跟我说 文化水平不高 到今天还有很多那种 部落之间的泄斗 你知道吧 争一口水井 或者是争一块 第一个祠堂 土方是解决 双方两个四组 四组 这个姓庄的 那个姓林的 很多姓林 或者那个姓师的 打架 一组子弟 拿这个 那个扁担啊 什么那个木头的打架 到了近年 还有这种事 真是很乡土的感觉 很乡土 所以呢 就有一只人 就跑到台湾去了 然后就台湾南部啊 就吃槟囊的那些啊 什么民进党啊 什么这些啊 这个根子就从这来的 从这来 所以这么这么立法院里头打架了 大家也是全宗人比较厉害 这个源流给接上了 原流啊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 什么都一扔其就 就把嫁女儿赔钱这条给改了 是吗 好险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帽迪老人 横跨海峡七十多次 两岸应该加油 他不是踩刹车 两岸日渐亲近 他挂关而去 哪些人去了 然后你在地下室就交辞城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 身份转换 但关怀依然 因为你的信 让他能够提早假释 回到台湾 问答江炳坤 双喜五夜神问答神舟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又婷 你这个新时代的台湾女了 你对你婚礼有展望吗 有梦想吗 觉得你想往 而且我越玩家 每个女的不是都有一个婚礼的一个幻想吗 我还真没有 而且我越玩家 我越觉得婚礼越简单越好 从以前觉得可以摆个三四十桌 然后再来到最后二十桌 到时候我想亲朋好友参加就好 免烦啊 那要是光登记连办都不办呢 那倒还不行 可能在五年后梦 我可能就说 好了赶快去登记有就好 要不要像香港那些小青年 要流行到巴黎去照相啊 婚纱像啊 婚纱像啊 对不对 你要不上一趟巴黎什么铁塔下面摆个什么姿势 这样啊 那样都不行了 也没面子啊 我们在这个绿板前 然后key上去 你真是以台为家啊 真的真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你觉得 很烦呢 就是是不是越老越怕烦啊 就是 就觉得要 要这么多这个张容起来 为什么把自己搞那么累 我就真的 真的自己幸福 我开心就好了 为什么要 我觉得越老越实在了 对 香港就实在 最近不就是这么 搞婚宴 居然要人家给红包 那个新娘就说 你给五百块 就别来了 不应该给吗 他说你如果只给五百块 你也别来了 他已经定了下线 因为这盘账啊 已经算好了 我没钱搞婚宴 让你们宾客来靠那个红包 来给我集资 都已经明说出来了 集资呢 而且是办生意 我办了婚礼以后 算一算 打打算盘 还居然赚他七八万块 你看这就有面子 我以前主持过个婚礼 特别有趣啊 南方是很有钱的 然后呢 女生就是 就是一个 就是半荧光幕前的人物了 Anyway 就两家结合 然后中间有个环节 就是叫新郎新娘讲话 就可以 我们就想象他们会感谢父母啊 谢谢宾客大家今天来啊什么 这带着讲两句 接下来南方就开始说 我旗下现在有七个公司 目前上市了有六家 而所有的员工 大概占地多少毫米厂房什么 就像是那个 产品发布会 对很像 我想我是主持着上市 就今天那个股票上市会 开始介绍 露言 这叫露言 介绍了三十分钟 只差那个powerport也没出来 怎么会这样 这个怎么会是重点 但他就讲完了以后 抱一热烈的掌声 哎呦 你现在女方嫁得好 现在最近大陆出事的都是这个嘛 前一阵不是说到三亚的那个 说明星云集 山西的什么梅老板 疯传花了多少钱 等等等等 后来这个梅老板呢 请这个所有新闻界的来 他得澄清 他怕事 他要解释 他说我一是为女孩的婚礼 第二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年会 我就良好病一好 所以他本身就是个企业宣传活动 对 因为现在呢 资讯平台多 什么iPad 什么上网 什么如果人召集这么多人来 对 你不趁机发放一些商机啊 什么好消息啊 你不是浪费了这个这个场合吗 对不对 婚礼有几千人啊 当然是要发布好消息 我上市又多这么一个 所以有个词啊 叫义 有个词叫义化 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义化 没办法 就是最后变成了另一个东西 对啊 什么事都是最后变成另一个 对 爱情在哪里 然后会什么到最后可以 爱情跟婚礼 跟结婚都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一直误会 你看这个字 婚这个字 女字旁一个婚 婚了头了 婚迷了 女婚 不是男婚 香江才子 香江才子 告诉你了 这老祖宗啊 早就遇见今天这个状况 结婚结婚 都是婚了头 婚了头 对不对 整个社会 历令至婚 所以这个婚礼 就是这个字 我们中国文 象形文字 多有智慧 那您这意思 你想一风一俗吗 这个很难 很难 因为这个基因里头 是这样的 没办法 怎么叫基因里头 只有里头 就是几千年 这个风俗下来啊 我们也在风俗里 别笑人家风俗 我们也在这个风俗里 到时候也想要结婚 想得办个仪式 就是一样是个风俗 对不对 那个诗经里头 都这么讲好的了 这个我们以前这个三书六礼 婚姻都叫六礼 要纳财 要纳吉 对不对 就是要有多少钱 这个嫁妆 什么 你看到印度 印度每年 你看新娘子过门 嫁妆不够 后来被那个婆婆 他们那个夫家 活活烧死的 打死 每年几百起 所以我们中国 至少 所以你不给女儿 花够钱 她到国家受气 受气 是吧 这个习俗 您觉得是 为什么来源 为什么呢 女儿就这样 咱们现在 是现代的风俗 女儿是摇钱术 对 对吗 什么古代的风俗 所以这个就基因不一样 我们中国呢 还看对女 女的就是说 还比较尊敬 因为呢 也是传宗接代 对不对 但是这印度呢 这个可能 这个印度教 再加上这个伊斯兰教 尤其在伊斯兰教 这个地区 女生基本上 为什么地位 她不是只讨一访的话 反正她 你也不是那么唯一 对 你不要 我还有更好的 我还有下一个 那才该遗风 这还合法 遗风一俗 新疆是不是 也可以不讨一访 你现在是彻底 想把人家 有些习俗 进疆没法延续下去 只能在地下 肯定是在地下延续 你怎么这样 我觉得 你是等一下 赶飞机 其实是要去进疆 现在你知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